据这名凶手的母亲自己透露 她很小就被判断患有雅斯伯格症 而且开始接受心理辅导 但雅斯伯格症跟她的攻击行为之间有关联吗 这恐怕又是社会很容易陷入的一项误解 事实上对于自闭症或雅斯伯格症 社会充满了太多所谓的谬论跟所谓的成见看法 其实他们只是在社交上面 跟我们之间有一些不同的障碍因素 他们可能让你又感觉他们不容易接近 或者他们这些行为不跟我们一样 但其实雅斯伯格症或自闭症患者 更需要的就是社会的包容跟了解 其实雅斯伯格症的患者 有很多是直到自己成年之后才察觉 接下来我们要告诉您 这个故事是在发生在美国 这个成年人在自己结婚多年之后 才由太太的帮忙认识了自己的症状 但不仅认识 他决定要跨出他人生新的一步 他重新扭转自己的生活习惯 开启了他跟家庭 以及外界之间一道新的接触的管道 我们来看看这位大男生的故事 每天做相同的早餐 每天穿一样的衣服 还有每到傍晚就要站在窗台前 看着远方 35岁的大卫废奇是一位工程师 他每天都一定要做这些事 但这天唯一不同的是电视台的采访 有着严重的生活固着习惯 废奇的思维无法变通 也不能和家人有正常的情感交流 废奇的怪异行径和疏离情感 让他和太太克里斯丁的婚姻亮起红灯 直到结婚第五年 克里斯丁接触到自闭症儿童 看到了亚斯伯格症两表 才发现原来废奇是亚斯伯格症患者 第一次的问候 我一直在吹嘴 那一首像是Dave 那一首像是Dave 这一首像是Dave 这一首像是Dave 当你做了课 你感觉感觉到感觉 我感觉到 你哭了 对 我哭了 因为这一刻的自认 我从来没有遇到 亚斯伯格症在1944年 由奥地利的小儿科医生 汉斯·亚斯伯格所提出 是一种犯自闭症障碍 属于神经心理功能异常 不同于自闭症的语言障碍 亚斯伯格症患者 是表现在行为和情绪上 经典电影语人 描述的就是亚斯伯格症患者 今天是星期 我常常在星期 我常常在星期 他们有固定式行为程序 偏执的喜好 与不会变通的思维习惯 缺乏举一反三的能力 遇到新的情境 他们就慌乱不知所措 但患者通常有过人的智力 你观察吗 对 你观察吗 对 我观察 好 现在什么 我还有什么 亚斯伯格症患者 常会被认为很拽 很孤僻 真实无修饰的表达方式 也常让他们得罪人 有社交困难 无法与人眼神交流 而这次震惊全球的加州 七死枪劫案主席罗杰 据家属称 他也是亚斯伯格症患者 行为上的异常 已经接受心理治疗 但假如罗杰 可以再多坚持一点 或许能避免一场不幸 因为就以亚斯伯格症而言 他是可以逐渐克服的 你开始写上的东西 对 你会写上的东西 每个地方 面对亚斯伯格症 废弃准备一堆小纸条 书签 收据 都是要来提醒自己 注意和家人的情感交流 你不在你唱歌 甚至连浴室的镜子 都写上了自己该注意的事项 废奇也自无要求 多去参加派对练习社交 更大方把自己的经验 出书分享 废奇把电脑撞到电脑 电脑开始闪闪 你已经有脑袋 走到医生师 演讲 前书会 上电视节目接受专访 废奇只是想告诉大家 亚斯伯格症尽管是先天病症 但只要有心就能战胜它 他愿意改变 对 我认为这就是为了 当我们得到医生师 我认为我们会好处 因为我认为 我们两个愿意改变 成功 如今虽然有时候 废奇还是会有点偏执 但程度上已经跟正常人 没什么两样 由此可见 亚斯伯格症并不可怕 怕的是患者选择逃避她 进而注下大错 看看废奇成功走出亚斯伯格症一霾 她得到的收获 是拥有了一个更美满的家庭 这次还会有什么意志性 算是 我认为是 我认为是 你翻译到 我认为是 你翻译到 你翻译到 你翻译到